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讲的重点就是在暑期课程这个计划怎么申请 那大概是我今天会讲到的 我着重点主要还是在奖学金介绍 那因为每个人申请可能不见得会申请到同一个学校 所以我Port Time的部分可能就只是大概讲一下这种熟悉课程 它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子 那这边要特别推的是 今年奖学金申请的期限 其实已经剩下大概10天 就12月1号就要把所有的申请流程都要结束 可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这个课程跟学校交换活动 你从哪个国家来升级 它可能有不同的备用 那如果是台湾的话 我去年拿到的话 它大概是补助650欧元左右 那这个熟悉课程它也包含给你保险 所以如果你只是去这边参加一个月熟悉课程的话 那你也不需要再另外买其他的保险 它是cover在里面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 想要找这个资讯的话 那大家如果想要 想要找这个资讯的话 就是在Dirade官网以后 有一个查询奖学金 那我这边有截图 看一下大概是怎么可以找到 进我们的网页以后 在上方 你可以找到查询奖学金 那我们要选 提供台湾学生的奖学金的项目 然后 再来你会进到这个页面 滑到最下面以后 你会看到提供给学生 跟硕士生的奖学金 那这边有一个大学熟悉课程奖学金 选这一个 那这边提到申请的条件 至少要满18岁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你必须是在学的状态 就不管你现在是硕士 还是学士 你都必须要提出 因为它会让你交成绩 所以你要证明你现在在学的状态 才有办法申请这个奖学金 还有语言证明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德语系的学生 他要求你至少要提出A2的证明 那如果你是德语相关系 我至少要B1 那A2其实 如果已经有在上德文课了 应该也不能达成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在上德文课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申请资料就像我刚刚提到 它其实并不困难 比起学校的交换计划 或是申请那边的学士措施来说 基本上你要教的东西 只要第一个 申请表的部分是在刚刚的网站上面 它会有一个连结 你继续填完资料以后 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它还要求你要教你的简历 那注意它特别要求是要是德文的 那它有讲到它的连续性的表格式的 然后动机性的部分 也是要是用德文来写 那建议大家就是 虽然你可能只有A2的能力 但是还是自己写比较好 请你不要就是 你如果只有A2的能力 然后你找一个C1的学生 帮你写这个简历 然后送出去 你给人家原证明是A2 可是人家看到的简介上面的文字 一看就知道是C1写 那可能就是会有可信度 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 它会要求你要交毕业证书 那如果你是学士的话 请你要附上你的高中的毕业证书 那如果是硕士的话 要附上大学的毕业证书 然后它会要求 可能连毕业的成绩 就要一起附上 再来是英语的成绩单 那如果是学士的话 那就是附上你 假如你已经在念 你现在大2 那你可能大1的成绩单 你要附上 来当作你还是代学证明 那如果是硕士的话 就是连你大学那个成绩要一起附上 那资料部分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 那个网站上面它列的为主 那也可 如果看不懂的话 也可以打电话到 给大家给这边问 那如果你有其他实习 或是工作相关的有力证明文件 就是你要给评审证明 你很值得被选来去参加这个计划的话 那你也可以附上 我那时候就是有把我在外面参加 这位演讲比赛 或是实习的工作的证明 也放在上面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它都要你在线上上传 那很重要一点是你在线上上传以后 系统会帮你绘整成一个 那它就是一个整合的档案 你要把这个档案再印出来 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印出来之后 寄到就是楼下11楼这边 然后他们收到你实体的证件以后 你才算是完成整个报名程序 所以千万不要只有网路上面填 然后忘记把东西寄过来 那主要刚刚讲 就是你们在网页上 如果点到最右边这一栏 点进去的话 它就会有这个讲学进行资讯 那如果你想要看英文版的话 在最左上那边 你可以选英文 那要注意的问题是 假如你今天点英文 你进去它给你的表格 可能就是英文的 那你如果点德文点进去 你拿到的表格 就会是德文的 但是你交的那个申请表里面填英文 还是德文 其实都没有关系 这是这一两年申请人 比较多的人是这个问题 所以有人拿到是德文的表格 有人拿到是英文 那他可能会不知道他要填什么预言 这个再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这边他就有申请条件 申请流程 跟你要提到申请 所以这边都是大家在去操作就可以 那关于你要怎么去做 如果线上的申请 其实他网站上面也都已经 好像人包 只要点进去 他就有图片 带你一步一步做 所以大家主要做的是 你要先注册 daya day的账号 再来你进去账号以后 你才可以在里面选 你要申请这个奖学金 然后开始填写账号的资料 那在最 你在网页拉到下面以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我这边用的是德文的网站 所以他就是存 bavetabon support 那如果是英文的话 他应该也是2 什么 就是对 所以你点上 点进去你就可以进去这个 评讯 那登进去以后 他系统大概是讲这个样子 你会需要点上面 然后你再点 bavetabon 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申请 你要申请 你要申请的这个奖学金 然后填一下资料 他就会开始 但其实都没有很难 那我这边放的是 你之后进去以后 他会给你一个 要填的申请表 那下载下来 它是一个pdf的档案 那因为 我之前有些同学 他们申请的时候 比较多人会有问题 是表格不知道 有些栏位要怎么填 所以我大概列了一下 怎么填这个表格 那基本上第一页这边 我想大概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只要跑过德文剪定 基本上都是要填这些资料 比较要注意的是那个 就是你的国籍那边 你可能就是填台湾 就可以用形容词填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来下面这边 他也是问你要住在 就是你住了国家 那你就一样写台湾就可以 不用写中国 对 就是我们就不用有这个疑惑 好 然后再来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要填你家里的地址 然后还有你的电话 跟手机号码 注意的是可能你的电话 就是要加上台湾的国 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那email 记得要填你会用的 因为之后 系统它陆续寄东西过来 都是寄到这个email 所以你不要填一个你平常不会去收的心腔 再来第四点 他会让你填一个紧急联络人 因为毕竟是要出国 可能会怕有什么紧急状况 所以这边你就直接照着 你刚填自己资料方式 只是把它填成家人的就可以 最后第五点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基本上德国大学应该大多数 他都会提供这个主级课程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 那这边他让你填一个制约序 你可以看 你可以选三个是你最想要参加 然后填在这边 那之后他们你的审核资格过了以后 德国那边会再去分配 如果你的第一制约都有名 那你当然就会分到第一制约 可是如果你抢的是很热门学校 可能就会再往后 然后第六个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填的东西 他问Secunda输了这边 就是你们就填Secunda输了 输了Upschluss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 你都有高中毕业 那这边我填的成绩 就是填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那个成绩 那么不好看 应该是因为要考数学 好 然后再来第七点的部分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考学测 所以这边你就填学测的 那虽然有些人可能是考指考 那基本上还是填学测为主就可以 所以这边你上面要 这个可以翻起来 因为你上面要填的是 这个 这边你要填的是 台湾的大好中心 那把它翻成德文以后就是 这样很长一串 然后下面也就照这样子填就好 因为我们的高中基本上都是重合高中 大概是这样 好然后第八点是填 你目前就读的学校 所以假如你读台大 那你就填台大 那你读什么系 是你的主科吗 然后你如果有复修或什么 都可以填在这边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再来第九点也是 如果你还没有毕业的话 这边你就不用特别选 然后这边他问的是 你是不是还有 拿其他机构 或是DAAD的奖学金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选9就可以 后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 再来这个也是问你 在讲述期间 是否有参加其他项目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填9就可以 这边也是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后你要把你的德文检定附上来 就是你如果考哥德 那你就填一支哥德的检定 然后你总共是多少分 把它写在这边就可以 好再来 你把东西全部上传完以后 系统它就会显示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你全部上传的东西 都在这边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全部弄完以后 他会另外要给你一个 设置保护声明 跟申请条件说明 所以这边 这些资料都是你要从系统下载下来 签完以后再上传回去 然后还有我刚刚提到 要叫那些东西 申请的表格 简历 原证明这些 都是 所以你如果上传成功 你的系统上就可以看到 他都全部跑上去了 那大概流程 其实就像我讲的 很不复杂 你基本上 你如果认 因为我想大部分人可能 平常简历啊 或是检定证数 你都已经有扫描好了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那些东西准备好 那你线上弄完 把它印出来 寄过来就可以 所以 流程其实大概是 我想的这样 但是 要等的时间比较漫长 就是12月1号 送出申请完以后 我那一年是等到四月才 不过往年 应该都是三月中 三月底就有 但我那一年 等的时间比较久 他一直拖到四月 然后你在四月以后 你可能就会收到 他通知跟你讲 你拿到这个奖学金 然后他会再给你一些 同意书啊 保险同意书 这些东西 你要填人家传回去 然后 之后 你报哪一个学校 就换 Date这个系统 基本上到 他给你通知 跟后续文件这边就结束 后来会联络你 就是你报了 报名的各自学校 那他可能还会让你再报名 就是 从他们学校 大学端的网站 再去报名这个课程 然后 你最后会收到一个 出拉松 就是入学许可 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印出来 因为 你去德国入境的时候 你还是要给他们看 然后跟他说 你是来上语言课 他可能可以让你入境 然后 虽然 那个 截止日期是12月1号 但是还是强烈建议 如果你有要弄的话 你最好在 系统开始 就是 在12月1号 可能你可能 11月30之类的 你就最好 要赶快把系统上面 都弄完 因为 网路的系统有时候 会出问题 然后 会爆炸 然后 德国的科技 如果你们去过 你们体验过 你们就知道 可能又不能跟台湾比 所以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能早完成 就早完成 那签证跟保险 因为这个课 它只有三到四周 你如果 这个课 你不需要他去申请签证 你用光线的方式进去就好 因为我们不在台湾 你去就可以三个月 然后 然后 我提到 他已经很差了 因为 只在这一个月 你也不用再另外 去保险或是延长 但是 比较特别的状况是 像我那个时候 是因为我已经确定 我会去海德堡交 我已经确定 我要申请学校交换计划 那一般德国开学是10月 大部分的学校在9月的时候 可能会有预备课程 所以我就用这个奖学金签去找一个 8月开始的暑期课程 那我就去8月到9月上这个暑期课程 9月到10月上学校的准备课程 10月开始去上 就开始我在交换的正式学籍 那如果你有要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要注意你的签证跟保险的问题 那签证的话 你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还是以你交换的那个学籍 10月开始 你就从10月开始就好 就是等于你去参加暑期课程 这段时间 你还是以观光签的身份 这个部分 我那时候问在台协会 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每年可能都会有点变动 所以等到你们真的要去身体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问一下 在台协会那边 那保险的话 因为德阿贴他给你的保险 就是你上暑期课程 这段时间的 但是比较麻烦是 你如果今天也要去交换 在台协会那里规定你的是 你的保险 必须要一份保险 就是cover 你在德国这段时间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 我虽然学校开学是10月 我8月就已经去德国了 那我身处签证的时候 提交给他的保险证明 就要是8月开始 让我离开这个过程的时候 所以 根据话来说 如果你又要参加暑期课程 又要参加交换的话 等一下他可以帮你保的保险 就等于 也不能说没效 但是你不能拿 对阿对保险来申请签证 因为他不符合 签证申请 然后我大概列了一下 或者是这样 你交换的话 因为交换是10月那时候开始 所以变成你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要给保险 你要先买一整份的私保 就是从 应该说一般人 一般人你申请签证都要先买一份私保 那买了这份私保 就是你从你可能8月到德国 你就是8月到你交换结束 你要先买这段期间 那至于你到德国以后 开学以后 你要继续用私保 还是转成公保 这个你就可以另外决定 那这个是比较多交换生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那课程种类的话 基本上这暑期课程 他提供不只是语言课 他要包括一些专业课程 那那个网页的资料库里面也有连结 你可以去找你要上什么课 可是因为他这个暑期课程的主旨 是要推动大家学德文 所以你不可能去找一个英语的课程 要拿这个奖学金 你如果要上这个课程的话 你的课就是全部都是德语授课 那一样这个网站刚刚这边 你点进去 他就会有个资料库 那他会给你很多选项 你要选 你要上语言课还是专业课 那你的语言是 语言基本上大家就只能选德文授课 因为其他的话 这个奖学金没有cover 然后右边你可以选 你要哪一个领域课程 那他搜寻出来 大概就会讲这样子 那会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慢慢去选 然后他系统 也可以让你去筛选 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他们提供什么样类型的课 然后 比较要注意的是 你要注意一下 他的语言开的level是到哪边 因为有些你可能 你只有R-spy 但是像有些课他要求 他最低的课是开到Bestify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上这个课 所以便你在找的时候 从语言的level去筛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所以刚刚那个 你如果搜寻结果出来这样子 你再点进去 他就会有更详细的资料 那请你注意一下 如果他在奖学金cover的范围 那个熟悉课程 奖学金cover范围里面 它会下面有一个 就是那个黄底那边 那个字 它有个cancifer 就是它的 有点像它的标示 这堂课的识别 那你到时候填 那个申请表格的时候 就是要把你要的这个识别 你要在那个清单里面找到 然后一方面也是确认这个课程 是奖学金支柱的项目之一 所以要怎么选 适合你自己的课程 第一个我觉得可以 除了我刚刚讲的语言 你要考量之外 你要考量一下 他是不是有保证出书 因为像那个时候柏林 有些大学 他可能就没有保证 你一定会有学校的宿舍 那他是 他是跟你说 他可以协助你去找外面的房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毕竟你只去一个月 然后你还要花时间在找房子 我觉得没那么理想 然后有些需要他就是保证住宿 像我那时候去Postum 他就是你如果 你只包课程 可能是600多欧 那加上住宿 如果一整包 这样包在一起的话 是950欧 那有宿舍的话 就简单很多 然后你 所以你也要注意一下 他课程的金额 跟宿舍费用 加起来是怎么样 因为他得给的奖学金是定额的嘛 所以你如果选超过 超过的话 剩下的费用可能就要自己付 但是我记得 大部分的语言课 你就算这张住宿 应该都在一天以下 除非你去找 可能木尼黑或什么 那种 住宿本来就比较贵的 然后又要你另外找住宿的话 那个金额可能才不够 然后蜀奇课程 他每个规划的 每个学校 规划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也可以看一下 那个课程是不是你喜欢的 那地区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量是 假如你要去交换的话 像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要去海德堡 在南部交换 所以我就选一个 在北部的暑期课程 这样等于你北部可以 大概有一些认识 然后你之后交换的时候 在南部 你可以玩南部 等于你德国 大部分的地方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物价也是要考虑 就像刚刚那个牧尼黑同学分享 你去牧尼黑的话 你的生活花费 一定会比其他地方高 然后大概我能快速的讲一下 大概就是 他大概是怎么样 那这个照片就是 可以看出来很漂亮 因为他的大学 就直接在这些皇宫旁边 所以你每天上课 你就是在皇宫上课的感觉 你照片就是在皇宫旁边 就是平民的一种享受 好 然后他的总览 课程基本上 他就是690欧 那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有含住宿的 如果你要连住宿一起的话 那就是950欧 那住的是宿舍 那他这个Zoomal Code 他强调的是 语言历史跟文化 就像我刚刚讲 因为他就在皇宫旁边 那这些皇宫 乌幼宫啊 秦皇宫 这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宿舍 我那时候分到的话 他通常会 有人是分到单人房 有人分到的是 两人的那种家庭室 可是我一开始是分到 单人的话又被换到家庭室 但我家庭室 那个室友也不在 所以其实就一直像是在住单人房 那德国宿舍 其实大概就这样 如果你是单人房 有些的话 像我之前去特里尔的时候 单人房里面是有自己的小厨房 那Postman他不一样 他是你单人房 但是你宿舍是可能整层一起共用 所以我这边看到宿舍就是共用 那我觉得你只去一个月 所以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住哪里都还好 主要就是省钱嘛 然后都给你学生证 所以还是可以去他Mensa 就是学生餐厅吃 一餐德国的Mensa 可能就是3欧到5欧左右 然后好不好吃 就看学校看地方 不见得喝你的胃口 但反正你也只吃一个月 那你还是可以自己组 是吗 好 然后课程的话 Postman他是规划 还有语言课 然后他比较特别是 他还有一个发音课 然后他还有 大部分我之前 因为我参加了两次这种熟悉课程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种组成 他一定还会有一个副业 就是他有一种 有点像是你要跟别人做一个类似专题 那他会是要分组的 你可能就会跟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做 然后他们一定还会有交友 就是你的课可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但是星期六星期日 学校都要安排去这个地区附近的地方玩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课程非常值得去 因为你就是不用 你拿到这个奖学金你不用花钱 然后又可以上课就可以玩 然后剖夜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专题 那我们那时候有几个 有三个主题可以选吗 我选的是摄影 因为我就不想要很累 就是他们另外一个是戏剧 然后还有一个是 反正像戏剧这种我就觉得太累了 因为他们要一直练习 那你还要在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你要在公园表演给大家看 我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就选摄影课 那摄影课很快的就是老师就是 虽然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我觉得剖夜最棒的地方是 我们学德文学很久 可是你学德文的时候 你可能都是在学怎么用德文 但是你真的出去上这种课的时候 是你用德文去学别的东西 所以那个新鲜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摄影课 老师主题其实就是拍食物 所以我们还去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柏林的摄影的博物馆 就是在展出关于食物的展览主题 所以老师选了这个主题之后 就是带我们去参观 然后我们要拍自己的作业 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一天我要上传十张照片 所以我就要到处一直找同学跟我去吃饭 这样我才有各种各样食物可以拍 那像走下角是我那时候拍MENDA 就是拍起来还能看啊 吃起来可能就不见得了 那还会有SEMINA SEMINA的话就是各种不同主题的课 但这个是我 我觉得POLSAM的课 让我比较勾病的地方 因为它规定你不管是 它是R1,R15,B1,B1,C1,C1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一定要上SEMINA 所以你在这个主题课里面 有人是R1,有人是C1 那你如果是R1,R15 你要听懂老师讲那种德国历史啊什么的 会很痛苦 然后你又要写专题 就会很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课程规划 比较大的问题 那你如果是去参加其他学校 它可能就会像是 你如果是语言程度比较 你在A1,A2初学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会要求你要上这种高端的课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在找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要考量的 就是它课程是怎么规划 那它语言是怎么 语言班是怎么分 然后 那个郊游的话 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 就最左边这个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种留学咨询团 就是那种咨询会放的那种照片 那是去柏林那边 以前那个Temperhof 就是后来没有在用的机场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那边 搬完的时候去野餐 然后喝啤酒 然后中间那个是去柏林附近 大概有两个小组 那个Spreva 它是一个森林 然后它很特别就是台北会要划船 然后里面那边有很特别的村落 然后它就教我们怎么咽黄瓜 然后因为Postum 这边就是Postum 就是皇宫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在Postum 然后最左边就是很有名的无忧宫 然后这都在学校旁边 就是你现在可以无聊 你想要走一走 像无忧宫你不用十分钟就走到了 然后右下角这个是你 我每天上课都会经过 那我那时候选Postum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离柏林很近 我其实本来是想要选柏林 可是因为柏林的课都是开到7跟9月 那时候跟我时间搭不上 那Postum离柏林也蛮近的 车程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 你可以把握课余的时间 你就是去柏林 然后我很建议 就是那时候其实也是别的老师建议我 如果我要去南德的话 最好选择在北部 因为毕竟柏林算是是德国首都 然后柏林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城市 然后可以参加的展览什么很多 所以把握那个机会 我觉得我觉得 那时候刚好柏林 有柏林爱乐的户外音乐会 然后是免费的 所以最左上角我就去 虽然人很多 可是那个经验还是很特别 然后其他两个是博物馆导 还有博物馆 就是你如果去柏林的话 你再短短一个月 你就可以看一堆展览 然后很多可能 你在台湾很难有机会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在哪个月都看得到 然后心得是 因为我参加过两次元课 那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语言程度大概是B1 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 已经是考过B2 然后大概有可能C1左右 我觉得你不同阶段去的话 体验也差蛮多的 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台湾的学生 我相信大家可能考到B2 你的口语能力不见得 已经到B2 我们就是读跟写很强 所以我们去考分级考 一定都考比其他人好 所以我两次去 其实分都是分到最高的班 可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其实还学两年 分到最高的班 其他国家有些已经在教德文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跟他们对话 压力就会很大 然后那时候是跟台湾人 整个班一起去 他也会一起去 然后就是几个同学 你有台湾人 你有依赖的时候 你就不会强迫你自己 去跟外国人沟通 所以第一次去 我得说我语言的成效 进步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这次去 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人 报名这个课程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 会碰到其他台湾人 虽然后来有碰到 那我自己去 然后加上已经过了B2 然后去了 就比较敢跟人家沟通 然后变成这个熟悉客人 反而是我的一个强行程 因为我后面还待在德国一年 可是因为在这个 熟悉客人里面 我就开始跟很多人去讲话 所以我的口语能力就 在一个月里面 就有很大的提升 那自己会比较有自信 所以能不能加强德文 我就带一个问号 这个我就要看大家心态 还有你 你要怎么逼你自己 你最好就丢到一个 完全没有台湾人的地方 你可能会每天回家在房间哭 可是你可能进步会很快 然后跨文化沟通也是 像柏叶 因为你要跟不同国家人做报告 我相信大家大学都有做报告的经验 就是你跟台湾人做 可能常常白眼就翻不完了 就更何况 你跟外国人一起做 所以 就是你要去学习 怎么用外语沟通 然后每个国家 还有不同文化 他们沟通的模式跟我们不一样 要怎么去克服 然后独立生活 因为你可能要煮饭 什么的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像我就是去 就是认识一个日本人跟瑞士 然后到后来 我在德国一整天 我都一直还有跟他们联络 然后我上去瑞士找朋友 住他们家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值得参加的计划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使你 Screen 你找am我 美人